巴勒斯坦官員在星期二說 以色列軍隊在約旦河西岸和當地民眾發生衝突時 開槍擊斃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 這名23歲男子的家人已經到醫院接收了屍體 以色列軍方說在拉馬拉市東南部進行特集拘捕行動時 被巴勒斯坦人投擲石塊和炸藥,以軍於是還火 自從今年3月中旬以來 由於巴勒斯坦人在一次刺傷和槍擊事件當中 殺死一名以色列士兵同一名猶太教士 約旦河西岸的緊張局勢一直上升